哈喽大家好,小张来赶海啦 自己刚剪的七头粮 没吗 有点装嫩啊 抓紧下去看看吧 哇塞,这么大一个古包 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 哇,我试着了 猫眼了一个 有房间的,你看这个猫鸽 张着口头 又是一个猫鸽 这边应该也是 哇,你看这个 它吐着舌头 又吐水了 这边的东西都能 领起我的注意啊 你看,这个大猫眼罗 哎呀 上面都是 都有货啊 哇,今天来这个地方太好了 哇 不错不错,上货了啊 猫 猫眼罗 哇 出了就是多东西呢 好肥的这些 这边一个 啊,猫鸽 是,猫鸽 猫鸽 今天没有捡到猫鸽 看看,这一个 哎,鸽 鸽 鸽不要了 这有一个 哦,猫鸽 这个猫鸽 这个猫鸽还行 看这些泥地的蛤蜊 蛤蜊就不想有了 看看,这边有一个 应该是猫鸽吧 登登 这是一个 嘿,哦 小猫鸽 小猫鸽一只 挺小的 带着吧 石块底下 你看小鸽 咦,跑得好快 哎,上哪去了 哎,这也太快了 这个速度 太快了,那么小 有只章鱼哦 你看,哦 它下面还吸着个东西呢 哇,还吸着一个大宝贝 你看,这个壳好漂亮哦 挺有眼光的 就让我带着吧 石头下面看看 有没有什么 小蟹子,小鱼的 太小了 这边 哎,这块 你看这上面是什么呀 这是个什么呀 我下来看看 好紧哦 工具也没说的 哎,太紧了这个东西啊 支架都要扣破了 算了吧 把石头看看 嘿嘿嘿 呀,还有意外的惊喜呢 一只小螃蟹哦 你看 啊,这只不太大 帮着我一只 哎,小坏罗,你看 小坏罗 都是太小了 太小就不要了 今天生活不错哦 回家了 喜欢的点点关注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晚上我们家煲馄饨 已经剁了些肉末 里面搓了一点韭菜 现在这个肉啊,比海鲜还贵 然后再放几只大虾在里面 海鲜这个虾放里面 不红烫 特别提鲜 切成这种颗粒状的 比较有口感 好吃 好了,虾仁剁好了 把它放到这个馅里面 打入一个鸡蛋 鸡蛋 少许盐 搅拌一下 里面刚刚还放了一些酱 那种豆瓣酱 还有十三香粉 现在调好了 然后我们准备包了 这是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红筒皮 我觉得这个红筒皮啊 还是买的比较好 这种机器做的比较薄 自己擀的怎么也擀不了那么薄 包起来 这个馄饨好多地方 馄饨都包好了 再做一个小吃 这也是在网上学的 用这个豆腐皮 把火腿肠包起来 然后再用牙签 把这个 穿过来 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好吃 切开 好,这个面差不多 混成这样一团以后 饧20分钟就可以了 饧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刚刚那个小食品 用油炸一下 这个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 放到里面炸一下 煎至鸡红以后 我们把这个油啊 撇出来 然后我们把刚刚调的那个面子 料子到里面 再翻一下 翻好一下 味道好香啊 好了 好了 这面就可以了 把它 煮成长条 切成一块一块的 擀成面皮以后把这个肉平铺在上面 然后在这里切一刀 肉 就这样 皮子 这样卷一趟 卷完以后把这个口捏一捏 肉线就不会出来 这样再压一下 压成一个小饼 压得扁一点 就可以烙了 锅压热了 我先把它烙上来 这两个先烙上去 酥脆酥脆的 吃一会儿 黄葱熟了 我这里面 再来点辣椒吧 辣椒跟蒜泥 翻一下 嗯 这些 里面有虾肉 这就是小烧烤 一口一个 小饼 来爸吃个小饼吧 烙的肉馅饼 你尝尝 放那个蒜 第一次做这种小饼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上面放点这个拌饭酱 那个大肉粒 里面都是肉 每一层都有肉 太热火 太烫 放上那个大肉粒 超好吃 超好吃